满透白髮 全身黑衣的周星驰 和他姐姐周文姬 下午四点多突然出现在 吴梦达的灵堂 周星驰全程不发异语 也不回应在场媒体 他在灵堂内待了九分钟后 就快步走出 搭车里去 先前传出周星驰在大陆 捕害美人鱼二 可能因为防疫隔离期的限制 无法到场 但周星驰排除万难 坚持到灵堂送吴梦达最后一程 也破除两人不合的传言 同样也是戴口罩 全身黑衣的刘德华到场后 倒是先占定位 让媒体拍照后再进入会场 刘德华同样全程不发异语 但有放慢脚步 也频频和媒体打招呼 吴君如走出灵堂后 在现场媒体的簇拥下 对吴梦达表达怀念之意 他有演过我爸爸 有演过三叔 有演过表哥 就是如果现在在路上讲 可能我讲一夜一夜一夜都讲不完 听不到这么快 周星驰的花篮放在灵堂 正中央上面写着永远怀念 吴梦达的弟弟也表示 感谢吴梦达的好友们 来送达哥最后一程 星驰其实和阿达哥好朋友 一直都是好朋友 我哥哥有说过这些 他说和星驰一直都是好朋友 吴梦达的遗体将在8号火化后 由妻子带回马来西亚 吴梦达是厦门人 不过妻儿目前定居在马来西亚 因此将安葬在马来西亚 记者何瑞珠 李景华香港采访报导